在開船船 我國漁船上週末遭到日方 以強力水助伺候 理由竟然只是因為 漁船進入到了台日重疊經濟水域 這樣的追趕會不會太超過 重疊爭議水域裡面 感覺上我們是示弱的 好像被人家追追追 追到我家門口 還要用水炮打我 這塊區域已經是台日漁民 可以共同作業的這個部分 所以後續下禮拜 我們當然會繼續 如果可以共同作業 為什麼我們的船 在這邊要承受這樣子 日方沿途緊跟漁船 還以為是犯下了什麼滔天大罪 農委會表示 東半球28號是以娛樂漁船身份出港 的確可能超過航行限制範圍30海里 不過立委認為 這只要通知台灣當局 事後罰款即可 再重疊海域噴水追趕 不符合比例原則 剛好3月15 15 16 在台北要召開啊 有沒有放在議程裡面 要不要談 跟江委員報告 有關於八重山那個 倒三角形的水域 一定會在 一定會在議程上面 你們要不要強硬一點 我們從來沒有軟弱過 態度如果軟弱的話 是沒辦法在上面談的 跟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態度 從來沒有軟弱過 吳昭燮表示該印的絕對不會少 台日漁業委員會 將會討論重疊海域問題 畢竟事關我國漁民權益 這口氣若吞下來 政府微信可就真的蕩然無存 歡迎新聞郭彥廷 黃雲成 台北報導